新北區板橋11號凌晨 發生了一起擄人案件 一名有幫派背景的游信男子 跟幫派內的成員 合作投資燒烤店 游信男子私吞了300萬 引起嫌犯的不滿 糾正擄人討債 9個人3部車 把他搶壓到旅館談判 在過程當中還毆打淋虐 情方獲報火速逮捕了涉案9人 救出游信男子 破門攻堅 警方4個小時之內 救出被掳走的游信男子 帶到9名嫌犯 原來沒多久前 監視器拍下囂張掳人的畫面 凌晨3點多 3輛車9個人 開到板橋文化路一段 看到游信男子立刻攔下 游信男子雖然拼命抵抗 最後還是被搶壓上車 警方救到游信男子時 他渾身傷 嫌犯還把靠住他的手銬 丟進冰箱 想湮灭證據 被害人因為未如期還款 導致徐信主賢心聲不滿 並糾重強壓 警方初步調查 雙方有財務糾紛 幾年前徐信主賢和游信男子 共同投資燒烤店 但沒多久 徐信主賢發現 游信男子私吞了300萬 談判後說要分期付款 卻又沒有如期給錢 於是徐信男子糾重掳人 找來同利家族幫派成員 當中最年輕的才19歲 走在最前面的徐信男子 勢力龐大 被擄走的游信男子 一樣也有幫派背景 還是不敢提告 監禁征訊後 依照妨害自由 還有傷害罪嫌 將9名嫌犯以送法辦 記者李渡死楊文豪 新美式報導 平均 並且實在 有 有